两岁的时候就生病了 那时候 其实那时候生病的时候 很难接受这个事实 我觉得怎么 就是怎么可能是我们 怎么可能是他 就是长这个样子的孩子 我们家还没有什么癌症病史 怎么会是他 所以很难接受啦 但是 他开始的时候 有什么特别的一个过程 他就发烧 烧了三天 我们觉得不太对劲 因为那个烧几乎不会退 然后后来他爸 是他爸发现 他两颊这边就种起来 那其实我们也很庆幸说 我们遇到一个 很好的小科医师 他跟我们讲说 他觉得不太对 然后他帮我们挂 台大的血液肿瘤科 那那时候去看了之后 就抽血检查什么 我们都还觉得 在等的过程当中 我们都觉得不可能 怎么可能 结果后来结果出来 医生跟我们说90%就是 然后再看其他的数字 所以他给我们讲了一个 正确的名称是叫什么 血癌 淋发性白血病 在那个之前你对这个病 那一刹那 我相信你们还是不敢置信 即使医生给你们拿了医疗 结果给你们讲 检验结果给你们 我觉得现在去描述那个心态 现在去回过头去看 会觉得说 当时我们怎么 这么坚强 就是你第一时间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们两个是在 在医院没有哭 回到家 我记得我那时候是边吃着葡萄 边掉眼泪 因为整个早上没吃东西 就觉得很难过 第一个想法是说 孩子会不会死 就是这个孩子对我们来讲 其实 医生那时候给你们的 最乐观最悲观 他给你怎么讲 其实医生完全没有提到 医生可能是看多了 所以他非常的平淡 就是你的小孩就是 反而是我们的问题很多 到底要怎么治疗 治疗是会不会治疗好 然后好的机会有多大 会不会是怎样 问了一大堆 医生告诉我们 这个怎么得到 没有人知道 所以他们说你们也不用太自责 因为我们也一直问自己 为什么会是他